接下來呢 下一首歌 也是我們新專輯的歌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發了 我們第二張專輯了 那宣傳其實也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呢 其實就是 很開心有很多像這樣的機會 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次我們的專輯 那這首歌呢 其實叫做 Don't Tell Mama 就是不要跟媽媽說 因為 秘密很多嘛 對 不是因為秘密很多啦 媽媽在怎麼可以這樣講 讓媽媽擔心的事情很多 對 其實是因為我跟菲菲 我們都是住在就是外地的孩子 沒有辦法回家 所以其實要跟爸媽媽媽聯繫感情 只能偶爾回去啊 或是講個電話啊 那你只是偶爾見 你怎麼可能就是都講一些不開心的事 一定都是報喜不報憂嘛 對不對 就是一定大家都很有感覺 所以我那時候就寫這首歌 就其實有一些小秘密有沒有 是放在心裡面 然後不要跟媽媽說 只是不想讓她擔心 對 沒有小秘密沒有跟媽媽說 就是常常那個 你媽媽今天不在 你可以說 對 我可以講 不要錄影 不要上傳給她 就是啊 我爸媽常常在那個 晚上大概九點十點 就跟我講晚安了 就是他們那時候就睡覺了 我都不敢回她 因為我每次睡覺的時候 都是十二點 她一定想說 你怎麼還沒睡 對 所以我如果十二點看到訊息 我都不好意思跟她講晚安 但如果我十點就看到了 我就會說晚安 就假裝我也跟她一起睡了 你一直騙媽媽 你很早睡 沒有 我只是講晚安 我有沒有說我要睡 沒關係 這個小秘密也寫在這首歌裡面 對 好 接下來帶來這首歌 Don't Tell Mama 謝謝 好 大家身體可以放鬆一下 我看大家都很認真這樣 很認真 放鬆 今天來我們大家 開心的聚在一起就好 早餐晚餐都很正常 每天晚上都就是在九點前 睡了 老闆都是多麼善良 每天上半身積極雙一切 OK啦 我很想跟你奔向 每天進去卻不一樣 慢慢 太想看你的想像 一不小心就會變成 Body down Don't Tell Mama 我們有些事不能講 這會是世界最善良的方 Don't Tell Mama 我其實也沒破壞啊 不是你太囉嗦 是你想的太多 媽媽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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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薯條 薯條雞排可樂 沒吃過更別說 披薩 最近還有一個最想 有高有帥有個小春 媽媽 不錯啦 我試著跟你分享 我試著跟你分享 就算你想的不一樣 媽媽 我媽媽 你以前怎麼沒說 其實外面全部都是 Body down Don't Tell Mama 媽媽 媽媽有些事不能講 這會是世界最善良的方 Don't Tell Mama 我其實也沒不乖啊 不是你太囉嗦 是你想的太多 媽媽 Don't Tell M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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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Tell Mama Mama Don't Tell Mama Mama Don't Tell M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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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Mama Baby沒有那麼多啦 這都是一世紀最善良的方 I Love Mama 芝麻的消失不用加 不是你太囉嗦 是你想的太多 沒時間放鬆 失眠是不夠 就讓你不再感受 愛我 還是我會趕緊回家 我會好好工作 不讓你擔心我 沒有你沒有我 全世界最愛我 媽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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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秘密沒有很多 今天我爸媽都有來現場 歡迎爸爸媽媽 安爸安媽 大家都這麼稱呼 好 剛剛那首歌呢 就是Don't Tell Mama 下一首歌呢 我看一下 你的主題曲 對對對 這首歌是 他寫的歌 再勇敢一點點 雖然這首歌 那個時候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是 剛好我處在一個很焦慮的期間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準備第二張專輯 然後我們其實前一陣子有去演那個音樂劇 那時候演音樂劇的時候就是 每天每天都很忙很忙的在排練 然後呢還要創作很多的歌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給自己的壓力還蠻大的 因為我其實在創作的初期 因為肥肥她一開始就會寫歌 所以她在我的身邊 我就覺得是一個創作大神這樣子 所以在她旁邊我就有點緊張 很怕自己寫的歌不好聽 所以那時候我就 在一個很低潮的時間 我就寫了這首歌 那希望自己可以再勇敢一點點 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上 也有很多需要勇敢的事情 你有沒有想 你有沒有覺得 需要勇敢的事情 需要勇敢的事情 像是 減肥 今天不用了 就已經IMG了 已經很習慣了 有嗎 我覺得 如果是叫我邊跳邊唱 我覺得 可是妳之前舞台劇的時候 有克服這件事了對不對 我覺得那不算 因為那是演戲 但如果是要在演唱會那種 我就覺得 好可怕 對 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們那個演唱會 都沒有跳過舞 對 其實 大家看我們就是在台上 現在這樣可以很自然地 就是談談唱唱 可是其實 我們在做這張專輯 不只是做專輯 其實我們要宣傳 還要跑很多活動 其實我們有各種各式各樣的東西要學 那我們其實很樂於挑戰 可是呢 有時候就是會少了一些些勇敢在心裡面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有 例如說我一直告訴安安說 你寫這首歌超好聽 她說真的嗎 你確定 就每次都這樣子啊 有什麼辦法 就是很擔心嘛 那大家覺得剛剛的歌好聽嗎 對 剛剛那時候她寫的 對 剛剛那時候她寫的 好聽嗎 好聽 你看 你要相信我吧 好啦 我放心裡面好不好 我等一下變得超勇敢的 好 只是變裸奔 好 開玩笑 開玩笑 這首歌 再勇敢一點點 那也希望 鼓勵你們真的有需要勇敢的時候呢 可以聽聽這首歌 送給大家 再勇敢一點點 老師 Music 那不是我 總是在深夜觸碰脆弱的傷口 總是讓自己痛苦也赤裸的被觸碰 你就當作沒發生過 我 總是在十字路口被深夜淹沒 記憶互停互走在失落的迷宮 而我 放任感受 不斷會說 再勇敢一天天一點點 再勇敢一天天一點點 害怕不會有意見 在自己被埋沒以前 在自己被埋沒以前 失望找不到終點 對臭臭死不前 對臭死不前 對臭死不前 沒直覺 對臭死不前 再勇敢一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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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臭死不前 再勇敢一天天天 被臭死不前 沒直覺 對臭死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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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也不能聽見 為懦弱偏遣 再勇敢 再勇敢一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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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不讓誰發現 我從不讓誰發現 我也不失望理解 不见 不见 忘了一个人的角落 才能争争自由 这时候你就别听着我